債券的價格跌到現在這個樣子 該怎麼辦 然後怎麼辦 你領息應該領得很高興嘛 現在虧欠是帳面上 而且這時候應該講說 你如果是3%的指利率買的 你的利率只有3% 現在如果有5%的 你不只是不應該在那邊哀嚎 你還趕快有錢 再趕快多買 因為什麼 利息比較高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工商時報財經相對論 我是主持人Jenny 這兩年台灣迎來一波高股息投資熱潮 幾乎已經成為了全民運動 連央行總裁都示警說 小心羊群效應 怎麼上去就會怎麼下來 如果想要領息的話 也有人會想要投資債券的ETF 可是債券有可能 因為聯準會重啟升息 而有資本利得的損失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 投資精算達人 怪勞子老師 來跟我們一起分析 股債ETF的佈局 以及一般人要怎麼樣 透過資產配置 來配置自己的退休金 老師好 Jenny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以前 都是市值型的ETF 比較受到青睞 那今年以來呢 大家都想要領息 甚至是越越領 已經變成一個全民運動了 是 那您怎麼樣看待這樣的現象 是不是真的適合所有人 都來投資高股息的ETF 其實不只是不適合有沒有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高股息ETF 我本來就一直不是很推薦 雖然說它是不錯 我沒有說它不好 只是市值型的 會比高股息的還要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就是很簡單嘛 我這裡有一張圖 我們就把那個0056跟0050有沒有 來做個比較 藍色這一條線有沒有 是從0056開始 那個發行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的結束 那個橘色的 0050當然是比較早發行 但是我們兩者不容易比較 我們就同一時間 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 從一萬點 這是萬點績效度 從一萬點開始有沒有 持有到現在2007年嘛 到現在是45,088 那0056只有35,977 很明顯的0050是執行的 會比高股息的多很多 這個是有歷史的那個 追溯歷史的結果嘛 現在最近很紅的00939 00940 大家都還沒有那個 tracking record可以看 然後大家紅成那個樣子 我就搞不懂 高股息是最近一兩年有沒有 大家一直要看到現金配息有沒有 所以高股息是最近才流行的 所以你看一開始是0050嘛 之後才是0056 00502003年成立 0056要到2007年 那我們不要說只是拿0056啦 最近很紅的00878嘛 這也是大家很喜歡的高股息的對不對 藍色的是00878 好 那你看那個紅色的是0050 雖然到最後的結果有沒有 是只是小勝啦 但是0050至少它是一個很持久的一個 我們講它的紀錄有沒有 非常長 其實我看最近有沒有 大家對於00939、940 尤其是940破發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的觀念都錯了 為什麼 你買00940不就是為了要拿股息嗎 才剛開始成立上那個掛牌而已 息配了沒有 還沒配對不對 然後只是股價稍微波動一下 那在緊張什麼啦 所以你如果說要 你要做那個短線操作 你就去買個股 那如果說你是要買這種高配息的 其實就是應該抱的是純股的那種態度 也就是買著 我就是要收它的息 那我們今天來看就是說 什麼叫市值型 難道一定市值越高的越好嗎 很簡單 台積電是不是市值最高的 0050持有它的那個 百分比要將近52% 那你看看 112年它的EPS是32.34 可是105年 8年前才12.89 每1年1年比1年高 這一檔那個個股 會不會被高股息選到 不會嘛 為什麼不會 他賺很多錢 問題是賺很多錢 他為什麼只配 一點點只配11塊 這個是前三季才9.5 第四季才還沒配 你賺那麼多 你為什麼不配出來 好像人家就覺得說 是不是台積電把你吃掉了 不是這樣子 是人家在講說 台積電有沒有 賺的錢 他如果沒有再繼續投資工廠 然後產能滿載 明年的營收 他就不會增加了 所以他會要年年都能夠 那個賺的錢 一年比一年還要多 那就是他的廠房要一直蓋 所以現在蓋日本的 美國的 還不止什麼嘉義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廠房都要錢了 你想想看 現在因為他還在成長期 所以他不會配那麼多 可是他成長的時候賺的錢 一年比一年多 到最後當他到了成熟期的時候 就跟中華電 現在就是屬於成熟期 賺多少錢就配多少 所以那個像台積電 將來有沒有 當他進入到成熟期的時候 才會被那個高配息的 給抓進去 這麼好的公司的股票 只有市值型的 我會擁有他一半的比例 可是高股息連看他都不看 那到底哪一個會比較好 其實想要知道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條件 市值越高的 是不是賺的錢越多 我把那個最賺錢的有沒有 2023年一整年 最賺錢的這五家公司 我把它列出來 你看台積電一整年 這不是EPS 這個是 EPS會受到你的發行股數的影響 這個是整間公司本期經歷 台積電一年賺了8378億 這個數字可能 觀眾可能很難理解 我講一個 我們 我們國內有沒有 中央政府的全年總預算有沒有 才2.2兆 然後他就0.8兆 一年賺這麼多 鴻海有沒有很厲害 大家說鴻海很賺錢對不對 一整年才賺1500億 我怎麼講財呢 我1500億已經很高了對不對 我只是在講說台積電 遠比他們這個賺的錢還要多 所以台積電才是富國神山 所以高股息的好不好 有息可以拿當然也不錯啊 但是 市值型的有沒有 會比高股息的更好 不論是年金族群 或者是老年族群 其實都一樣 那剛剛聽老師這樣講的話 感覺如果有配發高股息 跟股息比較低的 其實就在於公司他認為 他現在要不要投資 他未來的成長 如果今天我想要再做資本支出的話 我當然是把資金去運用在 現階段更有效率的地方 是 等到未來呢 我再配給股東去提高股東的權益 是完全正確啊 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選擇 市值型的ETF來投資的話 那市值型的ETF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0050了 是啊 像這種市值型的 目前台積電他的占比 其實也已經達到一半了 是 那如果我們今天投資ETF 是以分散投資的目的的話 對 這樣子會不會帶來一些風險呢 我們應該是這麼說 確實是會有一些風險 但是這個風險有沒有 是國家也要承擔相同的風險 其實在大概十幾年前有沒有 台積電他所佔的比例 他跟鴻海其實差不多 只有大概十幾個% 我記得是這樣 那為什麼台積電後來的權重 會那麼的大 因為它的市值越來越大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國家的產業不均衡 所造成的 如果今天台積電 佔總市值 像那個0050佔了一半有沒有 萬一台積電不好 當然我們的分散風險的效果 就比較差 這我是同意的 但是國家的產業 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這裡就覺得 我們國家的政策 應該也應該讓我們的產業有沒有 分散發展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 我只持有那個像台灣的市值型的話 會有這種不均衡的問題有沒有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台灣的0050 我們也可以去持有美國的0050 只是美國的0050 他叫S&P500 就是我們持有美國的市值型對不對 那另外 美國如果萬一不好 那你全部美國 全世界你把歐洲看在哪裡 日本看在哪裡 所以其實更分散的話 我們就持有全世界 這個是Vanguard的那個VT這一檔 VT這一檔 他有美國 有日本 有英國有沒有 加拿大 中國 台灣也有 只是占比有沒有 美國占比62.2啊 比我們台灣佔台積電 台積電佔台灣 還要搞台積電佔台灣才52嘛 但是今天是這樣的 如果說 買全世界有沒有 一個好處是 將來萬一美國不好 然後是歐洲出頭 或者是中國出頭 那沒有關係啊 中國出頭那個變成是中國的比例 就會變高啊 所以那個地方的成長有沒有 會去彌補美國衰退的那個問題 所以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透過 除了透過全世界來分散這個風險之外 你還更好的是也透過股票跟債券有沒有 這兩種來把它分散掉風險 那老師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投資國外海外的ETF 來幫助我做資產的配置 那大家也會覺得好 那今天我要分散的話 我絕對不可能只是產業的分散而已 我國家的分散在未來任何地方 如果有意外的話 我也可以去把波動可以降低 對 那這個時候我還要講到另外一個風險 來請教老師 就是大家想說 好那我現在投資市值行 跟我投資股息的ETF 我兩個平均好了 可是我是投資很多種不同的ETF 可是這些ETF 它可能有很多重疊的股票 這樣是不是其實也沒有達到分散的效果 這座資產配置的時候 我們主要的是要有找出負相關的資產來配 才有效 那我們講說高股息的跟成長型的 他們相互配有沒有 它的效用不大 但是現在倒是說高配息的有沒有 大家那種重疊性每一檔幾乎都會有幾檔都很類似的 那確實就會造成那些個股有沒有 會有起漲起跌那種現象 所以現在有很多波段的那種操作者 他們很喜歡吃那個ETF的豆腐 就是940的時候一次那麼多 然後等到他一換股的時候有沒有 他一季要換股的時候 哇就有人先行會放空啊 就是被賣掉了然後去買進那個 被納進來 因為被納進來一次就要買不少 ETF一次都要買不少 所以確實是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其實就是你如果能夠讓你的資產有沒有 範圍大一點除了產業大一點之外 就各世界大一點 那至於不用是特別的市值型跟那個高股息的去配 反而應該配的是就股票跟債券有沒有一起搭配 它的那個消除波動的那個效果會更高 所以如果市場上面大家都去追捧高股息的話 其實也會去衍生出衍生出一些投機的效應 這個會讓整個市場它的波動也會變得更大 那我有聽到有人在講說 我今天做高股息啊我其實也可以做波段 因為高股息感覺上面有個天花板 我可以去抓到一個出廠店 李老師的操作來講你覺得這樣是正常的嗎 當然是不正常 我們在講就是說 你如果說要做波段 你就是應該去找那種波動要大的 那種波段才會大嘛 那你既然是選擇高股息 而不選擇市值型的 就你既然都已經選擇ETM 其實ETM它就是個基金 那這種基金就是適合長期持有 那你已經選擇ETM裡面的高股息 你就是要那種存股的概念嘛 我們每一年都有息可以收 是這種概念 所以你就不應該再去挑說 我什麼時候股價會漲會跌 坦白說 像940現在不是剛掛牌 然後就破發嗎 然後還有自救會 我就搞不懂了 這在救什麼啊 人家息都還沒有配咧 你如果沒有配息的時候 或者該配沒有配你來自救 還有點道理 你買的是高配息的 現在息也還沒有配 那股價上上下下 其實你不用去太擔心 只要你有配息 只要你有賺錢有配息 那股價就會定在那裡 所以你要確定的就是說 我940 939這些高配息的 他們這些公司是不是沒有賺錢了 如果你真的沒有賺錢了 就沒有息可以配 你沒有賺錢的時候 你再來逃都還來得起 那只是股價的小波動 那種不能夠太在意 如果你是太在意的話 我會建議你只能買定存 不要來買股票 這不會賺錢 所以以老師的看法的話 既然你已經選擇了高股息的ETF 你就應該要有長期投資的思維 而不是頻繁的去進出市場 沒錯 投資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們講說你 投資一家公司有沒有 是當股東 對不對 那你當股東 你整天你要想的是什麼 這家公司有沒有賺錢 賺了錢我錢可以配回來 而不是整天在那邊卡 有沒有誰願意把它出更高的價錢 把我的股票買走 所以其實投資人 我最喜歡的是 學習企業家的投資精神 巴菲特不是也是一樣 專門買好公司 買進持有 就這麼簡單 只要你會挑公司 所以我覺得在挑選股票的時候 真的像老師講的 你要先看公司的成長 等它成長到一定的規模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自然的股息也會跟著一起成長 沒有錯 那時候就已經成長期之後 就是到成熟期 成熟期之後才會變成衰退期 所以當成長型的時候 它的賺的錢一年比一年多 然後到了成熟期的時候 就不再成長了 那時候的EPS幾乎就會停在那裡 然後配得起賺多少就會配多少 那老師剛剛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今天想要分散風險的話 照道理應該是要找到負相關的資產 是 那債券應該就是現在最好的選擇 沒錯 因為它的利息也很高 而且它也具有避險的一個效果 是 那請問老師 因為之前購買債券的投資人 他現在債券應該都還是虧損的賬上 那如果今天他虧損 他又想要再繼續去做投資的話 您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還適合嗎 當然是一個不錯的時機點 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債券怎麼會虧損 我們再講說 其實什麼是債券有沒有 先把它弄清楚 債券我買公債 就是我把錢借給美國政府 然後美國政府每一年都會配利息給我們 然後到期以後債券到期 它的本金又會還我們 我常常跟那個學員講說 這樣子投資美國中債會虧錢嗎 你們認為會虧錢的舉手 我看看 沒有人敢舉手 那為什麼 聽起來好像不會虧錢 本息都拿回來 可是他又心裡很不爽 為什麼我明明買的債券還虧的 就跟現在一樣 我還虧錢 因為升息的關係 我現在帳面上還虧錢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你要把為什麼會虧錢有沒有 你把它倒裡 你把它弄清楚 然後你就懂了 我們在講說 債券 就好像是我把錢借給美國政府 買公債把錢借給美國政府 跟你去存定存 你把錢借給銀行 然後收利息 不都是一樣嗎 只是我們如果去存定存的時候 你需要錢的時候 你可以跟銀行講 我要解約 銀行說 好啊 那本金還你 但是利息呢 就不是那個樣子 利息要扣掉 但是債券呢 當你借給美國政府的時候 他可能去做公共建設 他一借20年30年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不可以去跟美國政府講 我要解約 我現在需要錢我不借給你了 人家已經去做 去做建設了 所以債券呢 你不能夠解約 那你需要錢怎麼辦呢 他允許你到市場上去把它賣掉 哇 那這樣要賣的時候呢 那可以賣多少錢 我可以說 這個我昨天買的是100萬元 我要賣100萬 可以 你可以說我要賣100萬 問題是有沒有人願意用100萬去買 所以債券的價格 他也會跟股票一樣 看市場 人家願意用多少錢來買 所以就是就會有波動 好了 那我們現在回過來就是說 如果我是3% 我當時3%買的有沒有 結果現在已經到5% 那等於是債券的價格就跌下來了 等於是說我被套牢了 我暫時被套牢了 但是我說 如果你有錢 就是說老爺有錢 我不缺錢 我不賣 我不賣可以吧 是賣了才虧嘛對不對 我不賣 持有到期滿 我的本金跟那個利息全部都收到 你會虧錢嗎 不會嘛 所以現在虧錢有沒有 現在虧錢是帳面上 而且這時候應該講說 你如果是3%的指利率買的 你的利率只有3% 現在如果有5%的有沒有 你不只是不應該在那邊哀嚎 你還趕快有錢有沒有 再趕快多買 因為什麼 利息比較高嘛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股票 股票這樣也差不多 大概2萬點左右 也算是高點 如果有一些股票有沒有 你還回過頭來有沒有 來攤平你的那個債券的成本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你的那個成本就會越低 所以將來只要降息一點點有沒有 你的那個債券呢 哇那個就會漲很多啊 債券的價格跌到現在這個樣子有沒有 該怎麼辦 然後怎麼辦 你領息應該領得很高興嘛 然後呢 有錢應該再持續投資 攤平成本 然後等到降息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一波很大的收穫 其實投資債券ETF有沒有 你的心態一定要正確 這是固定收益商品 所以應該是以配息為主 然後價差為輔 債券跟股票這兩種的特質完全不一樣 債券它是一個防禦性的商品 股票是攻擊型的商品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那種攻擊型的話 你應該持有的是股票 債券你就是這種防禦型的 債怎麼樣 像現在債怎麼跌 我都有配息你的笑哈哈 然後等到 如果降息的時候 講到降息 這只是遲早的問題嘛 在急什麼呢 你要急著三個月獲利了結 然後你獲利了結以後呢 你的以後就再收穫到利息啊 所以不要太急 債券ETF的投資者應該是平常心看待 只要利率值利率越高 它的價格有沒有就是越低 那你就越應該去買入 那現在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去投資債券我就可以把利率鎖住嘛 畢竟美國公債值率現在可能也是5%左右啊 但是投資人在挑選債券商品的時候 它也有不同的選擇 比如說我可以直接購買債券 或者是我可以買債券ETF 而且大家在看直接購買債券的時候 它的利率啊感覺也會比債券的ETF來得高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選擇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想我們第一個 你剛剛在談的債券值頭 就是我直接去買債券 如果是美國公債有沒有 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你去買的話要 那個手續費可能會高一點 流通性可能比較不像ETF這樣子 那麼流通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公司債 那就不一樣了 公司債有沒有 它就有信用風險的問題 你是講說 沒有問題 我買的是A等級的 或兩個A等級的 應該不會倒 這個應該我們在講說 機率很低這件事情沒有錯 但是機率很低呢 它是對一個群體有沒有 機率低才有用 如果你是對個人來講 你中了 萬一它倒了 它違約了就是100% 所以只有0跟100%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要解決這問題怎麼辦呢 就是買ETF 我買一欄子的債券 我買一欄子的都是AA等級 或者是我都是A等級的 或者是BBB等級的 萬一遇到違約 你的損失就是在一定的程度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你要投資債券 就是把錢借給人家 你要學學銀行有沒有 銀行它除了有信用部門之外 它一定不會只借給一兩個客戶 它會借給很多客戶 所以即便它信用部門已經確認過 沒有問題的 也還是會遇到違約 但是遇到的時候它的比例很低 就不會是問題 所以買職債呢 我不反對 如果你買的是公債 美國公債的話 你買ETF 就這種信用風險有沒有 自然就不存在 但是如果你買個別的公司債的話 我勸你最好還是買ETF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像你剛剛在講說 鎖利的問題 什麼叫鎖利 叫鎖什麼利 我就舉一個 這是 這一檔是美國公債 然後它是2052年到期 11月15號2052年到期 它的票息是4% 那美國的公債 包括公司債 他們是每半年配利息一次 所以4%的票息 每半年會配2美元的票息 然後到了2052年11月15號 它會還你本金 那美國的債券 他們都是用面額 每100元的面額 來看說你的價格 會是多少 那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 因為債券的價格可以買賣 也就是說 100塊的面額 你也可能賣100塊 你也可能賣90 可能賣120 那如果說你買賣的價格 剛好等於面額100塊的話 那麼你的到期殖利率 就會等於票面利率 所以現在票利率4% 如果你買賣的是100塊的話 你馬上不用算 你就可以知道 哦 持有到期的殖利率是 跟票息一樣是4% 為什麼我們講的很簡單嗎 你拿100塊錢去存銀行 如果銀行給你4個利率的% 所以每半年 你是不是領2塊錢回來 每半年領2塊錢回來 到期的時候呢 100塊是不是又會還給你 所以就跟那個 你的你實際上的有效的年利率 就會跟票面利率是一樣的 那票面利率呢 不會隨著年準會利率 也不會隨著殖利率在那邊改變 票面利率就決定呢 發行者他要發 以後呢他要付多少利息 也就是金額是固定的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 這麼多的那個利息跟本金呢 如果說賣的價格低於100塊 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 欸我不用100塊去買的 我竟然可以拿到100塊4個%的利息 所以明顯的我有效的年利率 是不是就會高於4個% 反過來如果我用比100塊錢還要高 比如說110、120很明顯的 我的有效的年利率 就會比票面利率還要低嘛 所以這一檔那個債券的公債呢 4月24日的時候 其實他只賣90塊錢 90美元就能夠買到這檔公債 那這意思是什麼 他持有到期 就是我到了期 利息本金都算出來的話 我的有效年利率是4.622% 所以這就是這時候 如果我用90塊錢去買 我用這個殖利率去買 我等於是持有到期 我每一年都有4.622%的年利率 所以是鎖住什麼 鎖住殖利率 並不是鎖住票息 有人就在講 像那個元大00679B 它是20年起的 意思是什麼 如果說這個隨著時間過去 到期日是不是會短於20年 這時候呢 這檔債券就會被賣掉 然後再換更長天期的債券 沒有錯 但是呢 不是只有被賣掉 這個是叫做轉換 也就是說 我把還沒有到期的債券 我把它賣出 但是同樣在買入更長天期的債券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賣 而是賣買是是轉換 如果當時賣的時候 殖利率有沒有 是高的 你賣的價錢就低了嘛 但是不用擔心為什麼 你買進來的也是 殖利率高嘛 也是低價 所以低賣低買 高賣高買 所以不會有差 而且呢 就是我用90塊錢 我已經把未來的這些 本息都已經買好了 用90塊低於100塊買進來 所以將來也是這個部分的本息 去交換更長天期的 所以會有一點差別 但是差別不大 差別有多大呢 我就幫各位有沒有 把它算一算 我用00725B這一檔 那個 這是國泰的那個 投資等級公司在的ETF 它的票息是5.52% 買進的殖利率是6.22% 很吸引人對不對 到期年數22.558年 這一檔 它在當中 可能會被換 被換成那個更長天期的債券 但是我們的時間點 即便是被換 然後我用也是一樣 22.558年這樣子來看 它的有效殖利率所住 當然會有一點點失效 有一點點鬆動 那我們再看它的鬆動會鬆動多少呢 有兩個 我在轉換的時候 可能殖利率已經不再是6.22 它可能從2%變到8% 然後到期的時候 我們也還有一些沒有賣掉 所以能夠賣多少錢 也跟那時候的殖利率有關 所以就是我把它稱為叫結算 殖利率跟轉換殖利率 也就是說 轉換殖利率 假如從2%變到8% 然後到期殖利率從2%到8% 你會發現有沒有 那個有效的殖利率 它是在6.11%跟7% 最低也有6.11% 也就是會比6.22%還少一點 但是也有可能會比6.22%還要高 假如你都是買賣的時候 哇降息降到了2% 你有7.29% 所以其實不一定說要買 那個債券值頭 債券值頭沒有錯 如果我真的持有到期 它就絕對是 就是買入的殖利率 但是你就阿彌陀佛 不要買到違約了 這種債券ETM 它雖然是說 沒有辦法完全的鎖住 但是它是這樣子 它一直 反正太短的時間 然後它就換更長的 所以會讓你的資產 就是生生不息 一直持有 所以你也不用說到期的時候 我還要再去買新的 也不用那麼麻煩 所以其實我還是覺得債券ETM 還是一個投資債券 最簡單 而且最穩健的一個方式了 老師剛剛有提到就是美國公債 基本上大家都覺得它是無風險資產 所以它的利率就債券來說也是 比較低的 然後再來就是投資等級的 也就是在經濟非常好 違約風險也比較低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提供比 美國公債更好的一個利率 那接下來也想請問老師 那現在也有人說 那經濟很好 違約風險低的話 我也可以去買高收益債 因為以現階段來看 應該風險也不會像之前那麼高吧 不知道這個你怎麼看 如果說你只是做短期 你要做波段看息有沒有 你也不應該去買高收益債 因為高收益債它的票息比較高 也就是說它的存續期間就會比較低 所以如果說要波段的話 其實現在最好的是美國公債 它的票息最低 然後它的存續期間會是最長 那我們在講高收益債有沒有 是這樣子 你要人家的喜 人家可是要你的本 非投資等級債其實就是 我們以前常講垃圾債 就是它的信用頻率很差 所以你要 我們講說 我要收息 我持有到期滿 是不能被倒債 如果被倒債的話 有沒有你連本金都沒有了 所以我才會比較建議 你要買呢 你可以買信用等級差一點點 但是這怎麼差 BBB等級 還算是投資等級 所以我只會建議投資等級債有沒有 會比那個高收 非投資等級債有沒有 還要安穩一點 所以即便是在選債券 大家也是要去看平等 也是要看這些資產 它的質量到底是怎麼樣 才可以更好去做資產配置 沒有錯 那現階段呢 不知道老師對於 資產配置的一個看法 比重啊 譬如說我應該配置多少在股票 配置多少在債券 你有沒有一個比較適合 一般投資人的建議 我用那個 美國一個網站叫Portfolio Visualizer 的那個網站 它就有那個叫做回流測試 它那個回流測試裡面 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最好的配置有沒有 就是股債配置 那債券呢 又有分公債公私債 付相關最高的還是公債 所以我就比較建議用那個股票 有沒有 市值型的股票 跟那個美國公債做搭配 這個回流測試從200 2004年一直到現在 所以也將近了20年的時間 藍色的是全部都是股票 那這股票我用的是EWT這一檔 這一檔 因為這是美國的網站 所以它只提供回流測試是美國有發行的ETF 還好 iShares有發行一檔叫MSCI台灣指數 最終MSCI台灣的就是EWT這一檔 所以等於是說你即便買美國的ETF 你買到的還是台灣的股票了 這一檔它跟0050很類似 因為它是MSCI MSCI是很有名的一個指數編創公司 所以它相當於你可以把它想像成0050 然後呢 紅色這一條線其實是TLT TLT是美國20年公債 最終美國公債的ETF 它類似有蠻多的 我舉個像比如說元大的00679B 或者是國泰的00687B 反正紅色的這一條就是債券的指數 然後我們看橘色這一條呢 就是50%EWT 50%股票50%美國公債 那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剛剛好在那個兩者的中間有沒有 一路的往上走 你看這裡漲 它漲 它跌 對不對 然後這裡 它跌 然後紅色的漲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說他們之間就是有負相關 那我們再看結果是什麼 我們用萬點績效 百分之百股票 你用1萬塊錢去買 20年後呢 你期末金額是63405 年華報酬率9.08% 標準差呢 相當高 22% 你看到它的變化很大 你就可以知道 那如果是全部債券呢 你也是有賺 投資1萬 然後只有到期末是21,512 年華報酬率才3.67 可是呢 最主要它的標準差 就是它的波動很小 只有13.71 這兩者合起來 我們發現是什麼 會得到一個中性的 1萬塊錢 它雖然沒有股票那麼高 但是也有4萬8 然後年華報酬率也有7.7 只比9.08 少一點點 可是標準差呢 卻大幅的從22降到13.04 這個我們如果你把它看 是因為剛剛好遇到這25年來 股債雙跌的這一次 這裡跌這裡跟著跌 你如果說你把這一塊不要去看 或者是說等到將來降息以後 因為這時間點現在來看那個 債券ETF有沒有 看它總報酬是有一點 稍微不公平了 但是就即便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能夠獲得7.7%的年華報酬 標準差也才13.04 所以這是一個最好的5050 也就是犧牲一點報酬率 可是你的資產淨值它的波動其實也會更小 其實對一般投資人來說 大家都忽略情緒這個因素 他覺得波動到我還是抱得住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就被洗出場 其實真正的波動或者我們講標準差有沒有 不是只有在看過去說它的波動的大小 而是在說我預期像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年華報酬率如果說它是9.08 如果未來20年它的年華報酬率也是9.08 那我們會預期它會漲到多少 那標準差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我的不確定性會很大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會比我的預期9.多 要多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會少很多 那我不希望這樣不是只有看到它變化 而是說怎麼比我預期 不是說9.08怎麼變成這樣那麼多 所以標準差是在說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會降低 第一的標準差會讓我的不確定因素降很低 會跟我的預期很接近 所以這個意思 老師那我想請問一下因為我們在做資產配置的時候大家也會講到債平衡這個東西 因為有的時候股票漲得比較多 有的時候債券漲得比較多 那債平衡我到底要多久去做一次會是比較適合的一個時間區段 股債本來就漲漲跌跌 其實債平衡有沒有 只需要 不要不需要短於半年做一次 每半年或者是一年 我通常都一年做一次就已經很不錯了 很少說就是常常這邊大漲大跌 通常是股票漲漲一段時間 會有一段時間才會慢慢跌下來 大跌也是總是要休息一段時間才會往上漲 所以不需要太頻繁 一年再平一次就OK了 那今天其實我們從高股息的ETF然後到債券 其實都算是比較領袭類的商品 然後再加上市值型的比較偏向成長型的一個投資 那投資人他在做他自己的資產配置 或者是我們想要累積自己的退休金的時候 最後是不是請老師給大家一點小的建議 要持有什麼樣的心態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你在投資的路上可以走得更長遠 其實投資是這樣子 我一直認為就是你要學那種企業家的精神 就是我看準一個標的 我只要理解說 喔原來那個市值型有沒有 他就是最好的那幾檔股票 因為他會最會賺錢 那幾檔股票 你只要買著放著 那像0050 從一開始他成立 如果你就買 你也不用在那邊買來賣去 持有到那個現在20年 你知道他的報酬率有700多個% 你1萬到現在是8萬多 那比你在那邊買來賣去 是不是要好很多 所以心態就是學著企業家投資 企業家投資是看準標的 那我們也不用去管說 台積電好還是聯發科好 反正前50名有沒有 就是好的 如果覺得前50名你還不放心 我們再加買美國的前500名 把微軟啊 然後把那個Amazon啊 Google全部也買進來 如果你這樣子還不放心的話 那再買全世界 是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看準標的 買會賺錢的股票 就是市值型的儀貼 然後再搭配 我們講說投資等級的債券儀貼 不管是公債也好 公司債 投資等級的公司債 然後做搭配 五五搭配 然後再平衡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非常感謝怪老子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對談 相信經過老師精闢的解說之後 大家對於股債配置 或者是資產配置 也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不知道聽完今天的節目之後 你是不是也會在 自己的投資組合裡面 去加碼債券 你認為未來的債券 還是一個好的投資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們的想法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 工商時報 財經相對論 我們下次見 掰掰